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有关于直线运动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谈速度跟速率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重点要分清楚什么叫速度还有什么叫速率 然后后面就有一些可能可以出计算题的东西会出现 来我们先来看请各位来判断一下谁快谁慢 这个其实你评尝试评就会晓得了 这两台车子谁跑得比较快谁跑得比较慢 然后你就问自己你是靠什么判断 你问你自己你靠什么判断 OK谁快谁慢 好一样那这两台车子谁比较快谁比较慢 比较快 你要问自己你凭什么这样判断 你靠什么这样判断 上一个影片跟这个影片有什么样不一样 然后你怎么办法判断他谁快谁慢 那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学的内容 这个乙车跟假车谁比较快谁比较慢 他们是走的距离会怎样 一样 但什么不一样 然后谁快谁慢 然后B车跟A车谁快谁慢 然后这两个是花的时间一样 花的时间一样 那你用知道什么不一样 那你靠谁知道谁快谁慢 就是我们也要学会的重点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其实你小学就会了 你以前就会了 只是现在感觉好像变成个什么公式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想法都跟以前是想法是一样的 OK 就是快慢就是距离除以时间啊 我问你说一个人跑100公尺跑10秒 他跑多快 那你都会算啊 100除以10嘛 跑100公尺花10秒 100除以10 所以你都晓得嘛 你小学的时候就会知道说 我问你快慢怎么算 那就是距离除以时间嘛 那如果距离一样 时间短的 跑的快嘛 如果时间一样 距离长的跑的快嘛 然后如果要计算 就是把它放进去嘛 把距离放进去 把时间放进去就算出来了嘛 就这样子而已啊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奥难懂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车情况是 我们走一样的距离 可是呢 以车花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以车跑的比较快 然后第二个呢 是我们大家花的时间一样 时间一样 但是呢 B车走的距离比较长 所以B车比较快 看公式看得出来 用想象也想象得出来 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些 其实各位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问快慢 就是距离除以时间 如果要计算 就把距离放进去 时间放进去 就算出答案来了 那如果只要判断 就看一看就知道 就判断谁快谁慢 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 OK吗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